地方政府不能再依靠土地轉讓收入 取得大約四成左右的財政收入 所以現在地方政府的沒錢乾掉了 所以公務員什麼減薪 財源 一大堆事情冒出來 那是指地方財政 現在終於來到最重頭戲的金融領域 金融領域的話 這個是民營企業裡面的 財富管理集團裡面的大咖 然後他這個問題 中市集團非常有名 他肯定又會把別人捲進來 就是他又會在外溢效果 外溢到他的客戶 他的投資人等等 所以現在這個很妙 也很詭異 為什麼會在總體經濟波動裡面 會出現房地產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簡單先講一下 他這個總體經濟的機制或者邏輯 因為這個事情 30年前日本發生過 然後20年前美國發生過 市集房貸風暴 然後房地產做了金融產品爆掉 叫做金融海嘯 嗯